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 在长春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一行 陈武表示 吉林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令人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希望吉林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的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重大责任使命 稳中囚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国政协高度重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工作 这次到吉林开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专题视察 将深入基层 深入企业 详细了解实际情况 认真倾听一线新声 聚焦问题提出建议 总结推广吉林好经验 好做法 努力以高质量视察成果 助力吉林全面振兴 景俊海 朱国贤向陈武一行到吉林视察表示热烈欢迎 向全国政协对吉林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景俊海说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振兴寄予厚望 充满期待 当前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篇章 今年上半年 吉林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位居全国前列 经济发展 保持稳中有进 稳中体制的良好态势 吉林全面振兴 展现出充沛活力 光明前景 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 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希望视察团多提宝贵意见 帮助破解难题 推动国家在科技资源配置 重大项目布局 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 给予更多倾斜 助力吉林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 全国政协常委 教科未提委员会分党组书记 主任陈宝生 全国政协常委 教科未提委员会副主任钱克明 省政协副主席蔡国伟 省政协秘书长刘伟参加会见 8月25号至27号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秦伯勇率全国政协调研组 为绕推动人工养殖梅花路产业发展 促进乡村振兴赴我省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 秦伯勇一行深入长春市双阳区 辽原市东风县 在吉林锦隆路业有限公司 双阳区梅花路博物馆 博文路业两种繁育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敖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国际梅花路产业创投员 鼠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 东风县养路观山园 东风县六合智慧养殖基地 吉林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地 详细了解我省梅花路标准化养殖 路产品研发和科研平台建设 梅花路保健食品深加工和销售 梅花路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等情况 并赴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 与有关专家学者互动交流 听取意见建议 27号下午 调研组在长春召开座谈会 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并进行深入交流 朱国贤主持座谈会 副省长韩福春介绍我省相关工作情况 秦伯永对吉林省委省政府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地域优势和产业基础 以梅花路产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农业强省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予以充分肯定 他强调 要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进一步贯通产家销 融合农文旅 对接科工贸 健全产业链 畅通供应链 让乡村特色产业真正成为繁荣农村 富裕农民的汇农产业 要聚焦梅花路产业发展重难点问题 因地质疑科学规划 上下合力 协同推进 从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推动梅花路产业 做大做强 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人才汇萃 智力密集的优势 秉持服务卫民理念 汇重智 聚重力 集群策 见良眼 为推进乡村振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朱国贤表示 吉林省是全国梅花路养殖的 发源地和主产区 人工养殖梅花路产业发展 基础扎实 潜力巨大 空间广阔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深入实施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坚持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 当好全国梅花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者 要以全国政协重点提案 督办调研为契机 按照省委部署要求 充分发挥 人民政协制度职能优势和委员主体作用 积极建言宪策 义政协商 齐心协力向上争取政策支持 向下推动政策落实 助力实现打造千亿级梅花路产业战略目标 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助会副主任梁叶 副省长杨安帝 省政协副主席李岳 长春市政协主席高智国 省政协秘书长刘伟参加有关活动 根据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 聚焦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践心工总要求 对照 宁心助魂 助劳根本 锤炼品格 强化忠诚 实干担当 促进发展 践行宗旨 为民造福 连结奉工 树立新风具体目标 深入学习领悟 以学助魂 以学增智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紧密结合思想工作实际 全面深刻检视剖析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出整改措施 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诸国贤主持会议 并做总结讲话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 道会指导 省政协党组对开好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 会前周密制定工作方案 认真组织学习研讨 广泛征求意见建议 深入开展谈心谈话 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为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做了充分准备 会议通报了省政协党组2022年度民主生活会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诸国贤代表党组班子做对照检查 带头做个人剖析 主动接受批评 班子成员逐一进行对照检查 严肃认真开展相互批评 发言中 大家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严实要求 把自己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 自我批评深刻到位 相互批评坦诚实在 整改措施具体务实 达到了统一思想 提高站位 增进团结 推动工作的目的 诸国贤在总结讲话时强调 省政协党组要以本次民主生活会为新起点 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要求 严肃认真抓好整改落实工作 要强化政治引领 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于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要强化责任担当 按照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工作部署 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建言资政时效 更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要强化屡职卫民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立足吉林大地和网络云端两个田间地头 用时事时效增进民生福祉 要强化连结自律 大力弘扬自我革命精神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以自身建设新成效 推动政协事业新发展 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紧扣主题教育目标任务 切实解决好企业提出的实际问题 守护好人民群众 用药安全 助推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春圣伯马公司近有国内首条通过国际认证的 医用级聚乳酸类高分子材料生产线 每年产能达10吨 药间部门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发现 企业近两年呈爆发式增长 生产管理急需跟上 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已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容易出现惯性疏漏和提升瓶颈 会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 据此 药间部门与企业建立了跟进帮扶机制 派专人对企业跟踪指导 随时进场解决问题 在法规上 还有监督上 指导上 给了很多的帮助 今年4月 长春百克生物公司首款产品 水痘减毒活疫苗的冻肝工艺参数需要优化 药间部门边调研 边对企业进行申报兼指导 使企业顺利获得批减 从流程上 从时间上 包括我们后期的货批上 大概能缩短半年的时间都不止 建立了一起一策的政策 建立了问题抬账和解决措施的抬账 逐一的消耗 确保企业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省药监局紧定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和企业发展的难题 部署开展了药品安全巩固提升行动和航风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出台了六个政策性文件 推动21个新药通过国家药监局审批 打造了全国首个中药经典民方 下一步 我就将持续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药品安全四个罪严 与产管病重的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守护员 医药产业发展的助提器 吉林全面振行的实践者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获批 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经验推广试点的城市 通化市夯实民营经济发展根基 以争先涌进的奋斗姿态和服务企业的务实举措 奋力打造两个健康金字招牌 助力优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几天 通化建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一派繁忙的生产场景 企业从一家生产输送机传送带零部件的小企业 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实现了质量效的多重跃升 该企业主要从事合金提取 镊 骨 蒙个等新材料设备的制造 及自动化控制系统 开发 安装 调试的专业化服务 业务覆盖东南亚 美洲 欧洲等地 企业发展前期曾遇到资金瓶颈 在当地工商联的协调下 与金融机构达成了受信合作 解决了资金难题 经事理协调 我们与金融机构初步达成一个亿的意向合同 将根据生产进度分布提款 这一个亿的受信将解决我们资金缺口 可以确保我们合同得到有效执行 近年来通话市先后出台了 通话市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新型区 创建经验推广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 关心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的若干措施等政策 开展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年活动 在全省率先成立民营经济综合服务中心 积极反映民企诉求 调节商会经济纠纷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全力打造一流的企业家之家 同时为企业搭建商贸 金融科技等对接服务平台 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燃眉之急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优质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使得我们公司在原先电商自主运营的基础上 照比之前提升了两到三成的一个销售额 两个健康政策的实施 不仅让非公企业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同时让各位企业家更进一步加深了 对两个健康的深度理解 取得了民营企业与企业家共同成长的双丰收双促进 通化是创新实践 释放发展新效能 深入实施六大品牌工程 红色通商培育工程 成立两个健康研究中心实践展览馆和实践基地 建设全国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 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百年光影铭记时代 8月28号至9月2号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而至 初秋的北国春城长春又迎来一场光影与文化的盛宴 从1992年到2023年 历经十七届三十一年的孕育成长 风华正茂的中国长春电影节 规模效应持续扩大 品牌价值日益提升 已经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文化盛世 成为吉林长春亮丽的城市名片 凭借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所在地厚重绵长的文化基点 鼓励着无数电影人追逐光影足迹 在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参展参赛作品中 既有大题材大制作大场面 也有小题材小人物小切口 从多个维度生动展现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丰富内涵 传承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 描摹普通百姓的烟火日常 铺开大美中国的绿色画卷 点亮熠熠生辉的闪光坐标 中国长春电影节即将迎来18岁成人礼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届电影节在常态主题 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的基础上 增加了新突破这一年度主题 代表着长春全面振兴 实现新突破的电影角色和文化担当 本届电影节由吉林省政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长春市政府承办 电影节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 电影评奖 电影展映 电影论坛 致敬摇篮 市场融合 六个单元主体活动 目前已有满江红 风神第一部 茶二中等15部热门佳作 入选今年的金鹿奖角逐 参展参赛影片质量比网界大幅提升 第六届中国电影新力量论坛项目 将落户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新力量论坛与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高度契合 体现了华语电影人 对中国长春电影节的信心与认可 近百位优秀的一线青年电影出品人 制片人 编剧导演 齐剧长春 分析中国电影的新形式 新经验 探讨中国电影的新问题 新对策 全方位整合中国电影行业的新力量 共同推动中国电影持续健康发展 同时还将举办论剧求本 影视科技创新等一系列论坛活动 为电影剧本创作 及影视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坚持以赋能长春文化产业为目标 推动电影综合成果实现新突破 本届长春电影节 我们长影按照有历史 正青春见未来的定位 精心筹备了系列活动 包括已经举办了五届的长影职业 和电影主题论坛 都是我们的固定品牌活动 那么长影还将联合八家国有电影企业 共同签署国有电影企业协作计划合作协议 开拓高质量发展思路 协助电影强国的建设 讲好中国故事 阐释中国精神 展示中国形象 别开生命的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必将在这个以新时代新发展 新摇篮新突破为名 从摇篮出发的光影舞台上 打造更多为中国电影发展 宁心俱力的优质品牌与项目 铺展中国电影新时代 最壮丽的画卷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将于今晚开幕 今天下午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金鹿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 以及长春市促进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分别在长春举行 第十八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为 新时代新摇篮 新力量新突破 本届电影节 电影出品方采取线上申报方式报名 报名影片题材多样 类型丰富 多数是近两年生产并供应的新片佳作 本届金鹿奖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 评委六人共七人 评奖分初评中评两个阶段进行 初评阶段由八位电影评审专家担任评委 每位初评委临选出15部优秀国产影片 经组委会计票确认 最终签订参与金鹿奖最后角逐的入围片单 本届金鹿奖奖项设置最佳影片奖 评委会大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编剧奖 最佳摄影奖 最佳音乐奖 最佳剪辑奖 和最佳处女作奖 共十个奖项 长春市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 也在今天下午举行 长春市政府聚焦零门槛进入 降成本吸引 控风险保护 降成果激励四个方面 制定了长春市人民政府 关于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共12条具体举措 30个政策点 其中涉及资金保障措施政策条款两条 强化为企业和剧组 提供优质服务和政策条款四条 吸引剧组和影视相关产业集聚 逐步完善影视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 助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条款五条 奖励成果激励政策条款一条 长影集团集中介绍了 长影主业项目和重点工程 会上还举行了 国有电影企业协作计划等 四个主题的签约仪式 今天2023汪清县农民丰收节 即春阳游里采摘节 在汪清县春阳镇举行 在汪清县春阳镇陆明山桃李子园 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李子挂满枝头 经过夏天阳光的照晒 眼下正是采摘的最佳时节 满园的果香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品尝赏景打卡拍照 陆明山桃李子园 占地面积300亩 共种植李子树5万多颗 出产的李子果肉饱满多汁 鲜美可口 除了销往东北三省之外 还远销山东 浙江 广东等地 年销售收入300多万元 我们果园主要品种 有七八种 口感比较甜 全城我们都是有鸡肥 通过自私采摘节 把我的李子园名声做得更大 更好 近年来 汪清县依托白亩桃李子产业园 着力打造生态观光 采摘体验 民族餐饮等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同时以节庆活动聚人气促销费兴产业 下一步呢 结合我们造商引资 通过打通上下游的渠道 一方面通过那个电商的环节呢 销售出去 另外一方面 进行李子的生加工企业 研发李子蜜片和李子果汁 进一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稳定征收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各县市正通过开展各式农特产品丰收节活动 打造农业产业加特色旅游新名片 走出一条旅游带动农产品销售 农产品助力产业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临江市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 开展夜市管理工作 守护烟火器 提升城市生活品位 为了规范夜市管理 临江市持续加大对夜市经营的服务支持力度 制定了一书 一车 一步 一路的四个一摊点管理机制 即准入的夜市经营者 全部签订一份临江市夜市文明诚信经营承诺书 夜市的小吃车统一外形防骨设计 饮食类摊点必须在地上铺设一块相应大小的油布 防止油污 污染地面 经营过程中要始终让出一条人行通道 不影响市民群众正常通行 同时严把准入机制 经营商家要求战道证身份证健康证三证齐全 确保加工食品安全卫生 感觉特别干净 然后感觉也挺热闹 临江市还在夜市中心路段 配备应急灭火器材 并设置安全提示牌 相关部门定期对夜市开展用气用电安全检查 为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的夜间消费环境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24小时 辽园东部 吉林南部 通化 白山 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有大道暴雨 部分地方有大道暴雨 并办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提醒各地加强防御 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 本周我省平均气温18.5摄氏度左右 比常年稍低 全省平均降水量40毫米左右 比常年偏多 28号白天 东部有震雨或雷震雨 28号夜间到29号 辽园东部 吉林南部 通化 白山 沿边 长白山保护区有大道暴雨 部分地方有大暴雨 中部有中到大雨 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 30到31号 全省大部有震雨或雷震雨 9月1号 中东部有震雨或雷震雨 省气象台提醒 28号夜间到29号 东南部有大道暴雨 需重点防范 鸭绿江和图门江流域的中小河流洪涝 农田内涝灾害 同时注意防御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 另外周前期气温低 各地要加强作物和秋菜管理 关注低温对农作物成熟的不利影响 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和防治工作 节目最后共同来到吉林市 跟随镜头走进吉林化仙 品味黑色黄金的十足魅力 感受吉林工业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